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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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勋复辟幕后密室 上次我们讲到 突然间京城是变差容奇 溥仪又重新坐上了他那个金蓝宝座 这就是发生在1917年7月1号的张勋复辟 这一年是旧历丁四年 又称丁四复辟 这一年溥仪年仅12岁 别看溥仪啊 他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 可自打呢 1912年他训位以后啊 就念念不忘这两个字 哪两个字 复辟 他时刻呢 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哎 机会来了 1917年的六月 京城呢 突然间啊 又发生了府院之争 这个府院之争啊 就是当时啊 以大冯统 黎元洪为代表的冯统府和呢 以段祺瑞 他是冯礼啊 他为代表的啊 这个国务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个黎大冯统啊 他一怒之下就罢免了段祺瑞 这个段祺瑞 他也不是啊 善茬啊 他岂肯善罢甘休啊 复处活动 这样呢 大冯统黎元洪就火速调来了 原 江夫巡抚 手握兵权的张勋 可是这个张勋呢 他另有想法 张勋呢 率领着呢 这个三千变子兵就打入了北京城 借此呢 拥戴溥仪 重新登上了金鸾宝座 史称张勋复辟 说起张勋复辟啊 很少啊 提到溥仪 因为啊 即使是历史学家 也都认为啊 这个溥仪当时啊 只不过是一个 十二岁的一个小孩 没什么可说的 实际上张勋复辟啊 对于溥仪来说 非常微妙 因为溥仪呢 虽然未及成年 可是呢 溥仪啊 已经懂事了 弄清溥仪在张勋复辟前后的所作所为 可以呢 抛弃溥仪一生啊 他发展的人生轨迹 上一次呢 我在末代皇叔的新生 讲述张勋复辟的时候呢 讲到了呢 三个人所喊治 一个呢 就是末代皇叔载套 和大太监小子张 也就是那张兰德啊 两个人幕后参与策划了张勋复辟 第二个呢 就是十几个省的啊 东军 都在那个拥戴溥仪复辟那个黄铃子上啊 签字画了鸭啦 这个故事背后啊 并有故事 第三个人所喊治啊 就是日本人暗中出资 赞助了这次张勋复辟 可为什么张勋复辟又失败了呢 在这个故事背后又有哪些 人所喊治的故事呢 今天我讲三个啊 没有讲过的问题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 张勋受骗 说到历史细节 可能有人呢 就会问到了 溥仪接见张勋之前 他在干什么呢 说起来啊 您不一定相信 溥仪那时候啊 正在宫内的 他读书那个玉庆宫的东跨院 蹲在那个淮柏树底下 观察蚂蚁上树呢 这个时候 帝师陈宝辰 急匆匆的就走进了玉庆宫 起奏皇上 这个溥仪连眼皮都不抬 继续看那蚂蚁上树呢 陈律师啊 起奏 张勋求见 溥仪啊 不以为然 那不是就是那个 原来那个江苏巡抚吗 哎 这个皇上记性可真好啊 什么事 他求见皇上 要拥戴皇上 复辟重新登基 这时候溥仪啊 抬起眼 看了看 陈律师 这时候陈律师啊 就开始啊 扑扑嘴了 一再地叮嘱 张勋求见的时候啊 他说起复辟这事啊 您可不要一口就答应 您假装推辞 但是也别给推黄了 怎么说呢 到最后啊 您无论如何 要把这事啊 给答应下来 您还要千万记住 张勋现在啊 是手握兵权的啊 长江寻月使 不料 溥仪接见张勋后啊 大失所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这个溥仪认为啊 张勋是一员武将 一定是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没想到一见面啊 没脖子的整个一个短粗 大失所望 在溥仪接见张勋的时候 张勋啊 也看出来了 这个猛将 发于足舞啊 他从小鞭出身 当上了将军 那是善于查阴观色 他就看出来了 看出溥仪对他 不感兴趣 不感冒 赶紧啊 说 祈福皇上 我有密室相报 凑近前 咬了一只耳朵 说完了之后啊 溥仪呢 微微露出了笑意 说的什么呢 我们啊 到最后就会揭晓 那这位张勋 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呢 说白了 他是一位啊 农民出身的武将 他本身呢 原来是河北人 后来迁到了江西 世代农民 家里啊 大字不识一个 最后呢 张勋啊 参军入武 勇猛善战 是一仗一仗 大成的将军 别看呢 他是江西人 可是呢 始终啊 盘踞着徐州 江苏这一代 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 江浙赎 天下族 谁能夺得当时的江浙呀 那几乎是夺得了半个天下 这个张勋啊 那是拥兵自重啊 那是不得了的人物了 别看他是民国将领 可是啊 友谊啊 跟别人啊 丝毫不同 这个军队啊 是另类军队 从上到下 他呢 每个人啊 每一个士兵 包括这将官 脑袋后头 属于大长辫子 人称辫子兵 张勋也是依然如此 脑袋后头 拖一个人大辫子 人称辫帅 张勋 就这么一个怪人 这么一支怪队伍 可是呢 在中国整个地盘上啊 他是占有一席之力啊 他有重要的发言权 1917年7月1日 紫禁城内 上演离出复辟闹剧 12岁的溥仪 第二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一次 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请继续关注 你所不知道的溥仪 说起这个张勋复辟啊 有一件事 不能不提 那就是说呢 在张勋复辟当中啊 晚清的一队啊 著名的师生二人 反目为仇 谁啊 著名的两位学者 康有为和梁启超 一说起来 康有为大伙知道了 清光绪年的近视 他和梁启超一起啊 发动了这个戊戌变法 最后失败之后啊 流亡海外 在张勋复辟呢 之前 康有为归国 就投奔了张勋 成了呢 张勋队伍当中的 一位高三 这个康有为啊 绝非一般人士 他想啊 拿这个张勋的队伍啊 当块试验天 咱们随后啊 就会讲到 怎么试验 就在张勋复辟的第二天 这个梁启超啊 他就呢 匆匆忙忙 就投奔了谁啊 段祺瑞的队伍 就是张勋的队伍 这个段祺瑞那个部队去了 干嘛 当军师去了 他进部队之前 说了一句话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说的这个意思啊 就是他跟这老师啊 跟这康有为啊 掰了 他到了这个 段祺瑞的部队之后啊 最露脸的一件事 那就是说呢 起草了呢 讨伐张勋的这个习文 那就是说 遍布全国那个通电 就出自于梁启超的手笔 咱们说到这个康有为啊 按北京话说 他也不是白鼠啊 那在政治上军事上 都很有一套 你想 刚才咱们讲的 他想把张勋复辟 作为他的一个试验田 康有为呢 在政体上明确提出 复辟 移行虚军共和 不义恢复大清国号 在军事上呢 他就向啊 张勋张大帅建议 说张大帅啊 您有精兵三万 您带着这个一万精兵啊 打进京城 俗语 剩下的两万呢 您啊 哎 一个 聚首徐州 同时呢 控制两条铁路线 一条 京凤铁路 通往东北的 一条 京浦铁路 这样呢 您讹着住两条铁路线 就掌握住中国的 运输的生命线了 这是运兵车的 这一时呢 在军队 遇到关键时刻的 最要紧的关键 关键中的关键 这样呢 您可以啊 进可攻 退可守 他提出啊 军事上这个策略啊 实际上呢 跟这个张勋这铁哥们啊 小的张 这张兰德提出的主张啊 是不谋而合 别看呢 这个康有为啊 一届书生 他在张勋父彼当中啊 他就提出来了 这个国体啊 适用于什么呢 君主力宪制 他认为呢 这是在当时的英国 日本 早已经啊 是成熟了的 国家体制 这样呢 有可能啊 缓解 各方面的矛盾 但张勋啊 没有听从啊 康有为的劝谨 不然呢 这一页历史啊 就有可能改写了 当然了 历史终归啊 无法假设 咱们刚才啊 讲到的是 张勋部队 以及康有为 这些啊 高三 这些狗头军士 给他出的这些主意 那溥仪 是怎么看待 张勋复辟呢 溥仪啊 认为啊 你要让我啊 拥戴我 重新恢复的地位 两条 第一条 我得重新坐上 那把龙尾巴 啊 得接受这个百官啊 所谓的文武百官的 这个朝课吧 这形式得有啊 这仪式 必须有 第二 外边 京城 你得变差 黄龙旗啊 说明老百姓拥护我啊 实际这两条啊 是虚的 是一种形式 到了几十年之后 普一才意识到 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啊 民心所向 这个四个字啊 太厉害了 你这个张勋复辟 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 失败 是必然的 在1917年 7月1号 普一啊 复辟登基之前 这个张勋啊 悄悄地就潜入了宫内 在此之前啊 他做了一件事 他从徐州 兵伐京城的时候 密不告人 干嘛去 干好事去了 干什么好事 到了京城外围 他才啊 召开了一次 高级军事会议 告诉大家了 我张勋 今天啊 名人不做暗示 要拥戴啊 宣统复辟 大卫星啊 不知道干什么来了 咱们头上的辫子干嘛的 忠于大清的 如果说跟着我干 咱们还择罢了 一起成事 我亏待不了啊 诸位 如果不想干 大卫说 怎么着 不想干 走啊 休想 张勋说了 听说过三个字没有 斩立决 拉出去给你绷了 想走 没门 所以呢 从张勋复辟失败来看 他这个民心缺乏基础 老百姓不拥护啊 你给老百姓什么好处啊 这个军队也没有基础 你给军队什么好处啊 斩立决啊 这不是清朝了 这个时候军队啊 甭管是同意不同意 伪心的也好 只能啊 跟着这个辩帅啊 哎 朦朦朦朦朦的摸盒往前走位 这样呢 真正是啊 这个张勋摸着盒 7月1号之前 悄然潜入了宫内 干嘛呀 7月1号 按照宫内侵天间的策算 这个宣统啊 登记必须在啊 吟时之前 你得就位 所以呢 他头一天就进到了宫内了 外人啊 那神不知鬼不觉 时辰一到 张勋啊 和溥仪的帝师陈宝辰 等等诸人 就复应着溥仪啊 来到了养心殿 哎 复上了那个 那把龙椅 然后呢 张勋啊 带领了大伙 一起啊 就是三跪九寇 磕头之后啊 这个张勋啊 就起奏了 起奏呢 皇上归位 正式宣统啊 登记 这仪式来友啊 他之前说一番套话 这番话早是和帝师啊 商量好的了 陈起奏 说了一大堆 说什么呀 当初 荣誉太后 为避免啊 生灵涂炭 为免呢 老百姓炫入 冰火之争 所以啊 下诏 下诏 殉位 可是这个 共和啊 这个体制啊 它不符合呀 现在的国体 也不符合民意 等等等等啊 哎 这个张勋啊 就说了一大堆 这个废话的台词 这是事先背好了的 最后呢 单刀直 直奔主题 这几个字啊 非常之简练 看看啊 张勋 怎么说的 唯宣统父位 方可救 黎民于水火之中 你看 说的非常明确 这个之后啊 溥仪也开始背台词了 哎 这是啊 帝师 陈帝师事先 交给好的呀 非常简练 溥仪说啊 本人年龄上小 难以啊 担负重任 哎 紧接着这个张勋啊 哎 又接上台词了 哎 说皇上圣明 天下谁人不知啊 都知道啊 啊 这个溥仪聪慧啊 那意思 哎 他又提起了前朝旧事 说圣祖皇帝 就说的康熙了 不也是十四岁亲政吗 等等等等 又是一堆废话 哎 这时候 这个溥仪说话 到干脆利索 说既然如此 我就勉为其难吧 哎 这就答应了 之后啊 张勋率领了文武百官 再次三跪九寇 然后呢 山呼万岁万岁 万万岁 这个富弊登基的仪式啊 结束了 张勋富弊的丑剧 开始呢 上演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张勋复辟 最终以失败告终 很多年以后 溥仪才发现 原来他和张勋都被骗了 敬请关注 你所不知道的 溥仪之 今宇 复辟 历史真相 我们今天看张勋复辟的过程 好像当时一切都在张勋的掌控之中 可以说是一切按照计划平稳接行 可是这样一件 对溥仪和那些遗老遗少们来说 举足轻重的大事 却仅仅持续了十二天 就炫告失败了 溥仪还没有缓过神来 就又不得不发布了退位赵夫 那么这十二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贾英华先生会说 溥仪还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呢 从七月一号 那就是一九一七年的七月一号 溥仪登基 到呢 七月十二号为止 溥仪啊 先后颁布了八道圣旨 当时叫上玉啊 这八道圣旨发完了 这十二天的复辟啊 就失败了 就这么简单 外头的军队怎么打 他一点不清楚 他知道的是啊 宫内 他认为呢 张勋复辟 在宫内看到的标志 就失败的标志 就是呢 三颗炸弹 什么叫三颗炸弹呢 当时啊 中国呀 没有一个完整的空军体系 只有在呢 这个南原这儿啊 有一个飞机架校 这样呢 这个段祺瑞啊 他就呢 指挥这个架校 用这个炼锡机 这个炼锡机上啊 当时呢 也没有什么 自动投弹系统 都没有 哎 由这个士兵啊 就抱着这个炸弹 顺着往下扔 扔哪算哪 结果呢 就扔进了故宫 三个地儿 第一个地儿呢 就是呢 御花园东边 那个水池里 这颗炸弹呢 它没炸响 第二颗炸弹呢 就在呢 西六宫 那西长街的龙福门 第三颗炸弹 在前行门外 哎 这广场上 炸了一个大坑 当然有人说了 这个三颗炸弹炸下来啊 炸伤了一个教夫 哎 也有人说呢 根本就没炸伤 不管炸伤没炸伤 炸弹扔下来 哎 他呢 没死一个人 可是震撼了 宫廷 也震醒了一个人 谁啊 蒲仪 我在上一世纪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曾经采访过末代太监 孙耀廷老先生 他当时谈到的这些情况啊 和呢 三朝老太监 信修明谈到的 完全一致 他谈到呢 大伙外头的事儿不明白 哎 这个军队不拥护你这个 宫廷啊 不拥护你蒲仪 看得清清楚楚啊 这个炸弹都扔进来了 炸弹炸响的时候啊 一枚炸弹炸响在前前宫 炸那大坑的时候 蒲仪干嘛呢 据说啊 蒲仪当时正在书房啊 跟这个帝氏两个人啊 哎 探讨交流哪 如何将来是大展宏图 如何如何 正说的是啊 痛不清乱窜的时候 炸弹下来了 这蒲仪啊 一溜烟 就跑去了养心殿 干嘛呀 跑到了养心殿啊 赶紧让这个太监啊 撂下那个竹缩的雨帘子 当时呢 宫内叫雨搭 你说当时这个防空知识 多缺乏啊 认为这样能防大 很快 段祺瑞的所谓讨涅军啊 就打进了京城 没什么太多的防卫啊 这个当时张寻的部队啊 这个辫子兵啊 不堪一击 两方军队一接触 立刻崩溃了 这时候呢 紫禁城啊 四门紧闭 失掉了任何的消息来源 据说呢 当时仅有的那一两部电话 也被切断了 守卫当时皇城的啊 不叫玉林军了 改成啊 叫护军了 这护军统领啊 叫玉敌 溥一一看 这个炸弹炸下来了 外头怎么个情况 他不知道啊 问玉敌 怎么查 外头 玉敌说 他不能说不知道啊 这个部下领导非问的时候 只能是报喜不报忧啊 说底人说了 底人谁说的啊 不知道 说啊 张勋啊 打圣勋啊 打圣仗了 这一听啊 这个溥仪啊 二户啊 有可能吧 溥仪十几岁的孩子 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力 实际上 溥仪得到的这个 是个谎信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啊 溥仪之后 却发了一个更大的 弥仪仪的异天大默 就在这几位老太妃啊 去清安殿 去清安殿磕头桌椅 静天的时候啊 溥仪啊 耐不住啊 我得知道实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内务府就在第二天的上午 报来了准确的消息 张勋兵败 已然逃到了荷兰使馆 这时候溥仪啊 如影风省啊 傻了 在此之前 溥仪 分封的那些大臣 干嘛去了 一个一个 吓得鸟寿散 纷纷辞职啊 离紫禁城而去 这个紫禁城之内啊 就只剩下了溥仪啊 这个光杆皇帝了 还有谁啊 这时候有必要说到了 就剩了他那几位啊 铁杆帝师了 陈宝臣啊 朱一番啊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位 是谁啊 三朝老臣 那叫王世珍 这王世珍呢 当时啊 是代表啊 袁日凯那边过来的 实际上是宣统 逊位的一个历史见证人 正在溥仪啊 发呆发傻的时候啊 他那位啊 灵魂帝师啊 就是陈宝臣啊 慌慌张张就跑进来了 禀报皇上啊 禀报皇上 陈宝臣啊 如此这般 如此这般 说了一番 什么意思 就是张勋啊 临兵拜之前 还有一个锦囊妙计 什么锦囊妙计 说起来还挺可笑 这个张勋啊 他的亲家 是东北奉君的 张作林 他认为呢 这是他最后一个法宝 就是呢 当兵拜 即将兵拜的时候 要求啊 宣统皇帝 下达圣旨 封张作林 于东三省总督 盖生印 传圣旨 让他进兵啊 秦王 可是在当时啊 谈何容易啊 外人有所不知 这个溥仪啊 这个皇上当的 那叫窝囊啊 他是两岁零 十个月当的皇上 自此之后 虽然他的印玺 在他的身边 有一个小箱搁着 这是具体的历史细节了 历史就怕 抠细节 这个小箱在溥仪的身边 可是溥仪真是啊 使魂丫头拿钥匙 当家做不了主 这钥匙谁拿着呢 是他老爹 纯秦王宰奉 他在纯秦王府呢 每次啊 下达圣旨的时候 怎么办 先由啊 太监 奉溥仪之旨 拿到纯秦王府 然后他老爹啊 哎 拿钥匙 开锁 盖上这个渔锡 哎 又由太监 捧回紫禁城 就这么啰嗦 这时候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哎 这个陈宝辰要不说呢 他也是久经历练啊 当时令部下 咔嚓 就把箱子上的锁呀 砸开了 盖上印 旁边呢 还厚着人呐 厚着谁啊 哎 东北的一位啊 哎 想当大官的一个官迷 哎 也是一位啊 类似将军之类的 叫张海鹏 他想立这功啊 在关键时刻 我如果说啊 立了大功啊 挽 挽这个狂澜 于祭祷 那将来就不是什么 师长旅长的了 那一定封我为一个什么大臣啊 拿这个圣旨啊 就想啊 奔东北 交给张副林 可是没想到 刚一出 北京城 就被啊 段祺瑞的部队啊 给生擒活捉了 这整个啊 这溥仪跟这些帝师啊 是一顿 瞎忙活 溥仪 作为这幕丑剧的主角 他呢 应该说啊 对这些 宫内的这些过程啊 是心知著名的 可是呢 就偏偏啊 他就无奈之下 做出了一个自欺欺人 撒出了一个弥天大谎 为什么呀 这是端上的菜 他不得不吃啊 张勋兵败 陈宝琛 他的帝师啊 和他的父亲 纯情王宰丰 就拿出了 一个什么呀 事先起草好了的 溥仪 退位 诏书 溥仪这么一看 这不是当时写的啊 这早有预料啊 知道这次 必定兵败 才事先起草好了的啊 溥仪 不得已 就只能以自己的名义 颁布了这次 退位 赵树 这个呢 纯属于啊 自欺欺人 那是厚着脸皮的 一派谎言 咱们大伙看看 这一篇 退位赵树 是怎么写的 不义 七月一号 张勋 率领部队 物攻 盘踞 交发 与止 此中情形 当为天下所供量 完全罪在张须 而与青史无关 自己仍愿 还政于 中华民国 实际上呢 这个退位赵书啊 最终啊 他没有能够公开的 全部向大伙 颁布 只是呢 夹在啊 所谓大总统令当中 以内务府的方式 颁布出去了 这个呢 弥天大谎啊 只是成了历史上的 一则笑料 我们纵观中国的 封建历史 女人出现在 政治舞台上 应该是少之又少的 可是张勋 复辟的败局 竟然被两个女人 不幸事先严重了 而且这两个女人 一个距于深宫大内 一个在张勋枕边 连他们都能认清的事实 难道张勋和溥仪 看不明白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张勋 一定要逆历史的 大事而为呢 这两位啊 头发长 见识并不短的女人 一位是呢 张勋的原配夫人 曹氏夫人曹瑞勤 另外一位呢 是宫内一位啊 老太太 这老二位啊 准确地预言了 张勋复辟啊 失败 说的是非常之准啊 张勋啊 在复辟之前 就经常啊 对人讲 如何如何 我要忠于大清 大清对我是恩重如山 如何如何 这个曹氏夫人啊 捋捋的呢 就劝他 哎呀 少说这些吧 你啊 顺应大势 拥护共和 所以这个街坊们呢 就经常啊 就夸他 说曹氏夫人 曹瑞勤啊 是一位 身名大义的女人 宣统训位之后啊 曹氏夫人 就察觉了 张勋啊 经常啊 就是图谋 复辟 还是拥戴皇上 重新啊 坐上那把龙椅 他觉得 这是好事吗 多次劝他 不听 挨了训 让张勋啊 训过多次 最终有一次啊 这个曹氏啊 跪地下 求这个张勋 说你啊 不可逆大事而为啊 民国对你 不错呀 没亏待你啊 小皇上已经训位了 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这番话 张勋根本听不进去 反而呢 大骂几次 这位原配的曹夫人 这个张勋说到头啊 他是个农民啊 他一直说 皇恩浩大 这次啊 张勋复辟 拥戴溥仪 登上了金蓝宝库 布上那把龙椅 封得一什么 封得一个亲王 这回来啊 高兴坏了 跟夫人这么一说 这夫人没想到啊 破口大骂 说张勋啊 你吃饱了撑的啊 成天闹什么覆辟 你即使不为自己考虑考虑 你不为我们 不为咱们的子孙后代 考虑考虑嘛 做错了事 世代要挨骂的呀 这个曹夫人说啊 说你今天还说什么 封什么亲王 我看你啊 早晚有一天 成平坚王 张勋一听 他没什么文化 什么平坚王啊 他不明白 问曹夫人 曹夫人啊 冷冷一笑 不知道吧 你知道 这个脖子可是肉掌的吧 咔嚓哪一天 刀一下去 脑袋掉了 坚平了吧 你这不就成了平坚王了吗 张勋一听 大怒 独门而去 应该说呢 这位曹夫人 是位明辈人 预料应该说啊 很准 几天之后 不出所料 张勋兵败 逃入了荷兰公使馆 张勋的复辟梦 彻底结束了 说到这儿呢 还应该交代一句 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 带去谁了 带去了 他最喜欢那位小老婆 又带去了呢 那小老婆给他生的那个儿子 最喜欢的了 在公使馆那些天啊 很有意思 留下了一张呢 很难得的 当时啊 一张呢 彩色 照片 大伙看到了 张勋此时 是否想起了曹夫人 对他的几次告诫 是否想起了 曹夫人准确预言呢 这个不得而知了 历史证明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女人 女人 也并非头发长 而见识短 关键在于能否认清历史大事 把握自身的定位和方向 舍死 无论谁 无论谁也难免 无论谁也难免陷入盲人七虾马 夜半临身池的境地 最后呢 我还要讲到两个被骗 一个被骗呢 这里啊 就要揭晓了 溥仪接见张勋的时候 张勋跟溥仪咬了一番耳朵 溥仪露出了笑意 他说的是什么呢 张勋说的是啊 皇上您放心 十几个省的啊 这个都军都在我这黄铃子上啊 千字画押了 拥戴啊 皇上 哎 登基佛役 张勋复辟兵败 再找这个证据啊 没了 再一细打听啊 早在呢 段祺瑞在天津马场 举行啊 声讨张勋的试诗大会的前两天 就已经啊 非常奇妙的失封啊 说来呢 第二个被骗 那就是呢 张勋被骗 当张勋复辟兵败之后啊 宫内 要以呢 内务府的名义颁布啊 溥仪退位诏书的时候 这个溥仪啊 做出了一种啊 令人啊 吃惊的一种发泄的举动 那是什么举动呢 至于张勋 是怎么被骗的 那溥仪呢 又是什么时候 才知道全部的真相的呢 我们下次再说 我们下次再说